沛妍有說妳跟男友 還要去回到 嘴巴很大啊 沛妍那嘴巴很大 你們不要再問他了 他宣傳完了沒啊 到底 所以現在就是去回到好不客氣 反放 其實也沒有好不客氣 其實他如果很想要紅的話 那也是可以請他 看要不要簽來認真美好 那我就當一個抽大概七成 就比照那個 那個叫什麼 新人 練習身體 那也有說妳跟男友 才要去回到 嘴巴很大啊 沛妍那嘴巴很大 你們不要再問他了 他宣傳完了沒啊 到底 到底宣傳完了沒 宣傳到幾時啊 哈?野夏天 夠了吧 沛妍那不要再宣傳了 所以現在就是去回到好不客氣 反放 其實也沒有好不客氣啦 所以無預警被目光沒有嚇到 也不會啦 不是真的嚇到啦 就是 你是說哪一個 是說 嬌哥的嗎 嬌哥很客氣啦 他一直一直監 就是一直跟我講 然後他很緊張 然後當然他也覺得很抱歉這樣 我就跟他說不會 只能說就是記者們眼睛實在太尖了 就已經那麼糊了 你們真的都是名偵探 我的媽呀 嬌哥很細心啊 因為在現場的時候 其實當我們也有合照啊 拍照 然後嬌哥都會特別把我的照片 我們的照片就是另外 對另外傳給我這樣 然後也有跟就是現場的賓客 就介紹他啊 但是也說 欸那就請保護他這樣 所以我覺得 嬌哥以一個主人哦 然後這樣的對待賓客 我已經很感謝 然後他就說 所以記者都沒有問他說 小燕姐送什麼禮物啊 哏如送他什麼 都沒有人問 都在問你 我說對不起 那換我 跟你道歉 所以呢 我就來幫他講一下好了 哏如送他一個 那個他的貼圖 LINE貼圖 有夠可愛 他男友自己有嚇一跳嗎 不小心就沒發現 還好耶 我覺得他自己 算是還蠻淡定的 心臟感覺蠻大顆的 那感覺可以 他有兩下 不要 哈哈哈 因為他畢竟還是有他自己的生活啊 工作啊 還是不想要他太被影響 其實他如果很想要紅的話 那也是可以請他 看要不要簽來認真美好 哈哈哈 那我就當一個 抽大概七成 就比照那個 那個叫什麼 新人 哈哈哈 練習生 把他當練習生再簽合約 所以他這兩週會看阿美演唱會 會 會看幾場 我沒有那麼多 那個 因為也在宣傳 但是我就老早就跟 就是公司卡時間 我說不管怎麼樣 阿美演唱會這段期間 我一定要去看他的演唱 阿美有會一起去看演唱會 哈哈哈 哈哈哈 呃 不會吧 但就不管我一定要看到 重點是我一定要看到 因為他是我的張惠妹 欸 你知道阿妹要扮演唱會 我沒有說你知不知道 我只知道阿妹吧 欸你真的很沒理由 開玩笑 你只會知道 你只會知道 他會為他 你只會 думера 我只會聽到 他第一次 他會聽到 我只會聽到 他應該是 你只會聽到